兄弟们 这本游戏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我在科学馆钢枪的时候 一直听到下面有枪声不断 这不是在诱惑我吗 那我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下去找他们切磋切磋 当我下来的时候 战斗都结束了 房子里面还有一个人 我一直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成功感化这个兄弟啊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兄弟的身法是真淡秀 我感觉没有两年半 都达不到他这样的效果 哎呀 别走位啊 冲下来冲下来 进去 进去重新来 快进去重新出来 兄弟们 是不是就很离谱呀 这个好兄弟的身法 简直就是天花板啊 我都想拜他为师 跟他好好学习学习了 好了兄弟们 啥也别说了 还是老过去 科学馆钢枪加大分啊 看来长得帅 爱笑的人 运气真的不差 落地有枪 都冲我来吧 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就是这么嚣张 见哪里一个 回头这个小子就直接冲到我脸上来 我可以梳 consensus 我可以梳 happiest 我可以梳断 我可以梳 Academic 我可以梳断 对不起 哎呀 别走位啊 重新来 重新来 回去重新出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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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出来 哎呀 别走 我要操 回去 回去再给我乘机会 再给我乘机会 再来 OK 出来 哇操 牛逼 兄弟们 不要误会啊 这可不是我菜 只是想整一波节目效果 但是这个兄弟的生法是真的 我愿称你为生法第一人 好吧 对了兄弟们 上次我问 把一件蓝色的衣服 浸泡在黄河里面 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但是你们这次 是不是没有认真听题啊 居然有人说 会变成其他颜色 正确答案是 快打尸呀 然后我有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我说这个兄弟 你这九年义务教育 是真的没有白赌呀 要是成语接龙 我相信你是第一页人啊 刚进去就听到 右边山上有枪声 这个时候我们要多注意一下右边 但是我们前面也有可能 会有老六 上来就看到一个小子 正在架子右边那个山头 我都在他脚下的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结束 赶紧封烟 防止有老六 这个时候听到脚下来人了 还扔雷上来 再给我掐手雷了 我也是送哪个手雷好吧 注意听身边位 一颗精准手雷 直接带走 现在圈也是来了 先封烟 直接开车进圈 下来就看到上面 防区有人打起来了 我们先不急 等他们先打 我再来一波 唐烂不惨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人了 过来就看到 他在窗户口等我呢 都终于了 兄弟们 看我直播 上分 你也可以